大家好 歡迎收看鄉民大會 我是韓國瑜 我又回來了 為什麼又回來呢 因為我這次要特別來到這裡 跟這個韋翰感謝他 因為他上個禮拜替我打抱不平 跟這個王浩宇在那邊折戰 不過王浩宇我看也知道錯 不過這一年多來 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把高雄市政的缺失 又賴在我頭上 我已經不當高雄市長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說一下 上次跟我選總統的競爭對手的是蔡英文 我想問一下蔡總統 你的社會安全政見到底跑去哪裡 你大贏我三百萬票 這個社區的安全在哪裡呢 我最近幾天我看你的這個臉書 PO文都是PO這個拼這個公投 拜託你好不好 人命關天 我勸你真的要懸崖勒馬 拜登的狗死了 你都PO文了 難道這個人命不如美國的這條狗命嗎 對不對好不好 那我講到這裡我的身體都發熱 但是我不得不講再講一個 就是彭文正 彭文正先生 蔡英文總統 彭文正先生現在在美國 結果莫名其妙 他現在已經被通緝了 不能回國了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台灣的言論自由跑去哪裡啊 台灣的司法系統 現在感覺好像是民進黨開的 怎麼會這樣呢 我這講不下去了 輝文啊 你要不要幫我解釋一下 幫我解釋一下這件事情 到底這個 為什麼彭文正回不來 他已經被通緝了 這怎麼回事啊 報告市長 這個彭P是回得來的 他是被通緝 但是他不是我們以前的海外黑名單 所以他隨時都可以搭飛機回台灣 不過他因為他被通緝呢 所以他一到機場 他馬上就會被逮捕 然後解送到這個法院去 那我對 因為彭P在我們鄉民大會有很多的粉絲啊 所以我是跟他講這個司法這一塊 他跟蔡總統的政治上的恩怨啊 什麼賈博士賈論文那個我不談 我說就司法這一塊來講的話 彭P現在演的基本上是一場鬧劇啊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我們有很多政治人物 像彭P這樣的高知名的人 有司法的官司 比較少人用跑的啦 基本上都是 我坐這我吃薰飯吃不然你來抓我嘛 那你來抓我 那我就光榮的這個入捐服刑嘛 所以以前民進黨都會辦那個 那個入捐席別會 大家哭成一團 然後送到看守所門口 然後揮手再見這樣子 還唱歌啊 然後大家再捐錢賭內 學長我幫你唱兩句 叫好著我 叫好著我 風風的高雄一直在叫我 這種事叫 去去去去 開始 招牌哥 是這樣 這種東西啊 我以前啊 看這個民進黨的肇事大會 尤其陳菊那時候 還沒當高雄市長之前 都是他引言人 要不然他就是主持人 每次我聽到說 我們讓台灣人民站起來嗎 有啊 走你是快樂會出牌 有沒有印象 大家有沒有印象 尤其是2000年阿扁總統 當選的那一天 整個風雲變色 第二天 禮拜一股票一開盤 600點 跌破全部的股市 大概400多家 全部跌停板 大家以為台灣政治怎麼樣 我告訴你 這就是政治影響經濟 就這麼簡單 好 那謝謝輝文幫我們解釋 這個感覺好像比白色恐怖還厲害 那我們來趕快介紹 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 是唱得比說得還好聽 但是他也非常有見解 是我們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市長 大家都非常想你 我也非常想你 你也當過我的發言人 但是我發現民進黨的人最想你 只要他們一出包 就會提到你的名字 是啊 所以我剛剛說了 高雄市政的缺失 不要再賴在我頭上 但是市長你知道嗎 你還不是最那個的 他們還把王玉雲扯出來過 王玉雲是40年前 40年了 40年直接跳過吳敦義 你看看 那吳敦義要不要有負責任 大家都負責任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介紹第二位 第二位這是人氣王 每次來到我們節目 都是發燒影片 人氣王代表 是我們的州長 謝耀洲 小明大會 盯起來 謝謝大家 多分享 要之後我原來才知道 剛剛私底下跟他講 原來他每天有直播 所以才還來參加我們節目 剛剛都開完會了 晚上的直播都已經 這個條理分明了 是什麼節目 國民大會嗎 國民大會 國民大會 六點 是 幫他宣傳一下 真的是州長 很挺我們節目 好 再來介紹是我們這個 克萊爾法黨的 這個秘書長 最帥的政論評論員黃偉翰 好 那個市長好 各位鄉民大會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偉翰 好 接下來是我們輝文軍的領袖 陳輝文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偉翰下次要注意 跟學長同台說 我的Key要先降一下 你也好 你只開心你就 學長都跟不上力 你要自動降Key好嗎 好不好 這個表示我們沒有套招 再難過一次 我可以不用唱 我在旁邊只要 想比堵啊 想比堵啊 就可以堵啊堵啊 在旁邊辦 合音 Key太高了 因為今天看到 韓市長非常開心 韓市長被罷免之後 我給他一個建議 可是他都不理我 我那時候就建議 韓市長因為被罷免了 回去這個情根與毒 我那時候希望韓市長出來主持 政論節目 已經講了一年多了 那韓市長你這是從美國回來 這個割立完之後呢 希望韓市長這個 好好的考慮一下 出來開一個節目 把你在當高雄市長 一年六個月 受到的誤解跟這個栽贓 抹黑抹紅一次 當然不能一起把它講完 要慢慢把它講清楚 這是我對韓市長最大的期待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 謝謝輝文 但是我很怕走趙少康的 這個後路 因為趙少康離開這個 國民黨之後呢 他自己現在政論節目 走到現在 他當時也想選國民黨主席 結果就有人評級他 你到底 離開政壇多久了 你還有選票嗎 這也是個疑問 但是不要緊 我這個輝文是建議 我要不要做 我會私底下 跟加芬稍微討論一下 是不是要付出這個 這個政論節目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這個我們柯萊爾無法黨的 這個黨主席 是我們鄉民女神柯萊爾 市長好 鄉民大會的網友們 大家好 我是Claire 好 那我們今天有顏值 也有討論了貴賓 內容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今天討論什麼 當然就是這個超商店員啊 勸導人家戴口罩 結果發生了遺憾的事情 這件事情引起各界高度的關注 我們趕快來看這段影片 我為什麼要那麼衝動呢 謝謝 謝謝 有什麼話想要對家屬說嗎 面對記者詢問 蔣信范賢不發異語 不上警車 他一早進派出所時 註冊大錯的他 一度雙腳貪亂 兩名遠景攙扶才能站起來 坐在旁邊的這個知名的3D指標 是因為不滿超商店員勸他 要戴口罩進持刀將人殺害 在二十一號清晨蔣信指標師 不戴口罩到超商 被店員拒絕結帳 惱羞拿利刃朝對方猛刺 引發社會滑欄 詢問時嫌犯公稱有睡眠障礙 精神狀況不佳 過程不記得 也不知道刺了哪裡 不過香艷一體時發現 死者身上共有十二刀 左胸四刀 左手臂四刀 四處小刀傷 主要刺近心臟身亡 被告涉嫌殺人罪重大 裁令收押未必見 這個我們說實在的 發生這種遺憾的事情 我們真的感到非常遺憾 這個生命是生命 這個都是一個分子 這個家庭的一分子 一個分子死掉 你看這家庭 仇雲產物對不對 那這件事情 我現在覺得 超商店員 儼然已經成為高風險的職業了 那昨天呢 這個四大超商 這個萊爾夫 已經開第一槍了 那Seven也在跟進 他們公開宣布 就即日起對於未戴口罩 進入超商的民眾 將不再強制進行宣導跟提醒 那你覺得誰該負責了 對不對 那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好像是變成台灣 全台灣已經變成全民共識 袁子怎麼會這樣 就政府無能 所以人民也只能自保 我其實看到這個事情 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因為我發現最近 特別是這幾個月 我們社會上面所發生的暴力事件 真的越來越多了 真的非常多 光是超商制止戴口罩 這件事情就發生了好幾起 挖眼珠的 平都挖眼珠的 還有在肋骨被打斷九根的 還有今天這個被刺死 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些兇嫌 他們都非常殘忍 你看他刺是刺十二刀 好像跟他有不共戴天之球 對啊好像殺木仇人一樣 然後那個挖眼的 也是手段這樣殘暴吧 那眼珠挖起來我想都沒辦法想像 肋骨打斷的 那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奇怪我們現在是處於一個 無政府狀態嗎 難道我們政府從來沒有注意到 這個事件嗎 有啊 還有甚至於 除了這個操張之外 有那個球棒的 打人的一大堆 層出不窮 這兩個禮拜好像這個街頭 已經變成棒球隊了 對好像拿棒球棒的 全部都變成這個兇土 內政部長說 更名叫做球棒隊 球棒隊 我的意思說這不是 好像我們在一個無人島有沒有 大家呢都是憑暴力 在這個一起生活 每個人都要去自保 不是啊 我們有政府啊 我們不是有政府嗎 我們不是有繳稅嗎 我們不是有一個政府 是專門要把我們的 政府 我們的治安把它搞好的嗎 那政府現在在哪裡 無政府狀態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政府在幹嘛 要說剛剛講 我們的政府呢 一直提出一些 很荒謬的東西出來 比如說徐國勇部長 他講說 你們不要再講說 那些是球隊 那是棒球隊 他們不是棒球隊 我們要證明 他叫什麼 球棒隊 請問一下證明 這個意義在哪裡 意義在哪裡 好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徐國勇 他講說呢 以後呢 只要有零檢到 有人在車上 有球棒啊 或者是其他兇器的話 就要在他那個 M-Police 就是一個小機器上面 注記 注記你下到中 你怎麼可以再球棒 然後咧 你注記了 然後咧 你注記了 他後來改口啦 他說是有錢科的 才會注記 可是問題是 你都已經有錢科了 那注記幹嘛咧 是啊 你就把他直接抓起來就好了 如果那你注記的動作幹嘛呢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就是說 好啦 現在大家在質疑我對不對 那我就講一個 好像我有在想辦法的辦法 可是那個辦法都非常荒謬嘛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個陳時中 陳時中怎麼說 他就在講風涼話 他講說 超商的人不見得一定要勸導啊 你只要 你只要呢 這個事後取發就好 他在講風涼話 我覺得很好笑 是說 今天不就是你陳時中 一直叫大家戴口罩嗎 要防疫嗎 那你規定大家戴口罩要進超商 那超商的店員看到你沒戴口罩 不是就會叫你戴口罩嗎 進忠職守 結果你說你不見得這樣做啊 意思是什麼 你被打你活該啊 我又沒有叫你這樣做 我只是叫你舉發而已 他在講風涼話 那我在這邊呼籲啦 你是不是把那個超商的實名制 也給他廢掉好不好 反正到時候也沒有實名制嘛 進去也沒關係 如果有制止的話 搞不好他也會有 暴力之氣出來啊 然後內政部的那個什麼 其他的那個陳忠諺什麼的 也是講一件莫名其妙的啊 說我們會加強什麼晚上夜間巡查 就是他講的話 你都會覺得你到底講什麼 好那我們講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人 誰呢 蔡英文 蔡英文在幹嘛 蔡英文呢 大家在敲碗你知道嗎 敲碗他注意這件事情 他終於發文了 結果發的不痛不癢 又是文青次的發文 他講了三點 第一點他說他會責成 內政部一定要針對方派做嚴格的舉例 所以咧 所以你之前都沒有注意到嗎 你之前沒有注意到 我們我們的台灣已經治安非常差了嗎 你現在發生這個事情 你才在叫內政部去針對這個暴力 去做 或者是幫派分子做舉例 你在幹 那你之前在幹什麼 第二個他講說他要增加那個 仿飾員 去針對精神病的人去做仿飾 各位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精神病呢 的病患有就醫紀錄 大概重大的 大概有七千多人 可是我們的仿飾員呢 只有一百多人 要怎麼仿飾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他在講 他講的話都是無關痛癢 可是你看這篇 就是這個最新的貼文 前面他在發什麼文 韓市長你知道他最關心什麼嗎 公投啊 拚公投 公投好幾篇你知道嗎 好幾篇都在講公投 然後還有關心他的三色豆啦 鼓勵大家吃三色豆 不然就之前 前一段時間一直報體育 他關心的都是這些事情 沒有讓人家覺得 他對治安是重視的嘛 那所以我們就會一直發生 您剛剛講的 今天公計明天旺季 在前一段時間挖眼案的時候 我們大家也在討論社會安全網 也在討論要修 什麼衛生 精神衛生法 講了半天有做嗎 沒有做 然後結果今天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 大家又再講一次 那這個不就跟之前那個 台鐵事件一樣嗎 普庸馬事件的時候 大家講說台鐵要改革 然後講一下就忘記了 泰魯閣事件出現之後 又說台鐵要改革 講一下忘記 這就叫今天 今天公計明天旺季嘛 所以整個政府都應該檢討 檢討什麼 第一 我們在前一段時間 因為防疫的關係 政府透過防疫 嚴格控制了我們的生活 結果他應該做的事情都沒有做 都擺爛 他覺得說只要把防疫搞好了 然後把人民的生活限縮了 他該做的事情都不用做 所以才會造成這種 擺廢待舉無政府的狀態 第二政府自己都做不好嘛 陳時通一直叫大家戴口罩 結果自己跑去唱歌啊 然後還沒比來比去 然後自己也沒有戴口罩啊 第三就是政府沒有讓你覺得 他有這個決心要把治安控制好嘛 所以我必須要講就是 很嚴肅的講這件事情 我們政府到底在哪裡 不是透過大內宣 靠宣傳洗腦事 就可以把所有你應該做的事情 就把它甩鍋掉 然後甚至於沒事就把人家抹紅塵 中共代言人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突顯政府很無能啊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喚醒他的良心 我不知道 好 這個原資也是痛定失痛的發表 他自己心裡肺腑之眼 我在這邊要講一個就是說 我自己個人覺得 你看 你們有些舉動 發表的舉動說 至少這個便利商店晚上 多派一個人 這個在店裡面 這個 這個顧手 欸 你有沒有去顧慮到 顧這個 這個電源 這個店長 便利商店的店長 他要請一個人 他要多花多少錢 你要補助嗎 政府有沒有要補助呢 對不對 這也是個問題啊 還有 你面對這個拿 拿兇器的 包括這個球棒啊 或者高爾夫球桿啊 或者什麼 甩棒啊 等等的 你要把它列入紀錄 問題 東西不是重點 重點是人啊 人使用這些機器 那你人有沒有管制呢 對不對 所以說這些都是 治安的一些問題啊 那我要問一下 那州長 指揮中心啊 面對這個超商這些事情 做了因應措施 它共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 在門口貼帶 戴口罩的這個訊息 第二點說 可以用錄音廣播替代 面對面的勸導 至於不戴口罩 進入超商的這個民眾 指揮中心還說 這個超商啊 都有這個監視錄影器 錄影器 可以直接舉報裁罰 那你認為這樣可以真的杜絕 這個防疫暴力的遺憾的事情發生嗎 這是常態還是台灣 治安隱藏的風險 市長你剛剛舉的那些 他們提出來的作為 我昨天聽完之後 我就可以斷言我們這些高官 他們生活非常好 他們從來沒有踏進便利商店 為什麼呢 你剛剛講到第一個 他說好幾個措施嘛 我們先來講第一個 他說建議這些超商 要在門口要張貼告示 哎呀悲哀啊 那個要看一下 現在的超商啊 那些告示啊 幾乎快把透明玻璃都貼滿了 貼到已經泛黃了 貼到已經看不到裡面的商品了 貼到泛黃了 而且這還不是最大張的 還有很大一張的那種 這個全開的海報 我們的官員從來不去便利商店耶 然後這些人來管便利商店還得了 那難怪我們這些店員會出事嘛 那剛剛講到第二個 他說可以用錄音廣播 好啦 那你如果細緻一點 那到底是要不停的廣播 比如說所有人進來我就廣播 那很吵餵 叮叮咚咚 光是那個什麼全家什麼叮叮咚咚 然後歡迎光臨 大家就聽得有點受不了 比如說你可能進到一個 叮咚請你戴上口罩 做好十年次 如果沒中可能會違法 叮咚請你戴上 他可能一直籌付 就一直叮咚 那要不然就是另外一種 就是有人沒戴的時候我按鈴 好比如說原資沒戴我按鈴 當這個現場有人沒戴口罩 可是如果原資已經是 瀕臨這個精神病患的這個邊緣 他聽到一樣是刺激了他 怎樣你是真 對啊你要真的 危險動作不要 欸我跟你講 這一次那個 大家看到那個便利商店刺死那個 他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他一落網 馬上非常清晰告訴大家 哇我有看醫生 我有吃藥什麼的 他的意思說 好像我是精神病患 我殺人我都不知道 可是陳時中質疑 昨天最新的說法是說 他根本不是列管的精神病患 到底有沒有利用我們的這個司法的漏洞 去做這個殺人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另外一個層次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 錄音廣播也是一個問題 大業班 你加派能力這個問題更大了 給大家講一下 那個屏東的那個挖眼案 它是白天 它不是大業 而且你知道挖眼案 那個女生被挖的時候 其實他們店裡面是兩個人 大家都以為店裡面只有那位 三十歲的這位小姐 不是老闆也在 老闆嚇死了 老闆當時跑到外面去求救 所以你兩個人哪有用 然後重點是 我們大業班超商很多 大業班都是店長自己做 為什麼 沒有人要做 對 因為大業班你還要補貨 然後大業班常常 可能遇到原資這樣的人 遇到一些很奇怪 沒有啦 遇到原資的帥哥 吃泡麵這樣子 然後就遇到很多奇怪 沒有人要做 所以後來都是店長自己做 你現在還說家派人力 那乾脆啦 乾脆你就說 店長請一個店員 然後再請一個保鏢 去保護這個店員 這個就何不施肉米嘛 然後你剛才說 這些 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都是便利商店會被打 然後夜市啊 賣場啊 菜市場這一些 難道就沒有嗎 其實也是有啦 我給大家看一個新聞 這個是在新竹的菜市場 一個人沒帶啊 四個人揍他 所以菜市場跟便利商店 店哪裡不一樣 就是他們人多嘛 現場人多 你不帶 太假笑 我就揍死你 可是便利商店只有一個 而且通常都年輕 小朋友很可能 而且有些便利商店比較偏僻 對不對 半夜你根本管不到 你叫不到人啊 然後你說監視器 監視器 你看這個是 大部分沒有戴口罩 被舉發成功的是什麼 到垃圾的時候 為什麼他可以舉發成功 現行犯啊 我當場活膽 我知道是你 可是問題是便利超商 如果我拍不到 警察都講了 你拍給我影片 如果不知道是誰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舉發的 所以監視器其實也沒有用 所以講了那麼多 就是市長剛剛列舉指揮中心 講出來的這些 其實都沒有一個是貼近辦法 但是感覺好像 口號喊得很響 對 做不到 做不到啊 最基本的 我個人覺得比較實在的是 辣椒水 就發給店員辣椒水嘛 也不用說一人一罐 就是值班的人 一罐就好了這樣子 但我說一句話 回到 除了說他們核不是肉糜 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便利商店發生正式意外 從最早今年的案例是5月 5月就有人開始被攻擊了 可是你看5月到現在大半年了 已經過半年了 都沒有任何的啊 挖眼案之後到現在也沒有 挖眼案也是9月了 也是隔了兩個 兩個 兩個多月了 到現在都沒有作為啊 非得出一條人命了 其實坦白講到現在也是沒有作為啊 講出這一些都何不是肉糜啊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民眾真的很可憐啊 那麼認真的去幫忙執行法令 然後制定法令的人在那邊無罩嗨唱 對 這個州長也是 你看看 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面對發生這種遺憾的事情 我們都會設定說 如果我們是店員的話 我們怎麼辦 如何自保 我都還在想說 是不是7-11 用一個金鐘罩鐵布山 有人侵犯你 你就按下去 直接這個鐵就蓋下來 然後你去按這個警報鈴 可是問題這也是 礦日廢時 這要做起來太嚴重了 還是乾脆雷擊啦 就是撒這樣子 對啊 所以說這種方法 還是必須要有人 有官員 制定好的 能夠執行的方法 這才能夠 防止這個遺憾的事情發生 那輝文啊 輝文 那你看看 事件發生的當下 我們蔡總統在幹嘛 他的臉書竟然 他參加六堆客家的活動 不過此舉被網友灌爆了 說蔡總統重視這個社會治安 不要整天 整天關心這個公投的議題 只會喊四個不同意 那說好的社會安全法 到底在哪裡 沒看到啊 結果這次啊 鄭文燦好像有對這些事情 有些回應 結果網友就把它拿來 跟這個台中市長盧秀元來比較 結果盧秀元市長完勝鄭文燦 怎麼回事啊 這個發生在桃園 當然對鄭文燦 直接的壓力就來了 如同剛剛市長講的 蔡總統在第一時間 他並沒有發臉書 去參加一個六堆的一個活動 當然會被罵 也應該被罵 所以我一再的這個呼籲 也請大家都支持 像這個這個州長 原知還有這個韋漢 都來支持 我們希望蔡總統 定期的召開國際記者會 不要再寫臉書了 不要再發什麼梗圖了 不要再弄什麼Podcast 因為蔡總統 很久沒有開記者會了 我建議蔡總統開記者會呢 其實我是要害他啦 我是希望蔡總統 能夠站在第一線 就如同當初市長 你在高雄的時候 你在選總統的時候 你都是站在第一線啊 對不對 記者問你問題 你都是對不對 我反而是 葉元支當年的發言人 我在總統大選期間 我比較少看到 葉元支在發言 我比較少看到 你自己在發言 那蔡總統也應該站在第一線啊 因為你是選票選出來 蔡總統你應該直接面對 所有人的質疑 你當初的承諾 為什麼都沒做到 所以市長你看這個案子 我就直接跳到三審定驗了啦 觀眾朋友知道這種案子 他是不會判死刑的 好 這種案子呢 最後就是無期徒刑就交代了 我給大家看 這我們的衛福部 整理出來這表格 非常的可怕 你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們的不定時炸彈就是有這麼多 我們全國的這些 跟精神病相關的有關的 有十二萬多人 當然還有分嚴重跟不嚴重的啦 嚴重大概有七千多 一般的大概有十一萬多 這人數是非常的多 那這些我們有沒有辦法去照顧他們呢 因為這些是病人 他們還不是壞 他們是病人 可是請大家看這邊 一個訪員要負責將近兩百個耶 一個訪員要負責將近兩百個精神病患 他哪有可能去照顧到每一個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這也就是說 蔡總統你當初承諾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你沒有做嘛 那為什麼沒辦法做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這是去年的新聞 去年 去年就說我兩個月之內要設這個司法精神病院 市長請觀眾朋友看這很好玩喔 司法精神病院 如果你看司法的話 應該是法務部管嘛對不對 司法精神病院法務部管 可是中間有個精神病院 所以這應該誰管 應該是衛福部管嘛 所以現在的問題卡在哪裡 第一個問題說司法精神病院 到底是哪一個部會應該去負責 是法務部還是衛福部 大家先吵成一團 再來一個問題 之前這個行政院政委員林萬一呢 他在北中南都找了一個點 有三個點給你選 他不敢公佈 也就是說我們司法精神病院 要蓋在哪邊 北中南各找了一個地方 沒有人敢公佈為什麼 因為一公佈大家就去包圍啦 我請問他蓋在哪裡 我是建議蓋在耀州家裡旁邊 現在要做另反對 蓋在業員制他家旁邊 業員制也反對 沒有人沒有人願意嘛 那誰要把司法精神病院 我問你要蓋在哪一個縣市 就跟核四的飛料一樣 核飛料你要放在哪裡 你放台北台中高雄都沒有人願意 所以這個東西他是不會解決的 大家相信我 以民主退部黨的執政的能力 社會安全網這個題目 直到蔡總統卸任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市長你相信我 蔡總統他絕對做不到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破例嘛 他本來就不會執政啊 你為什麼輸他兩百多萬票 你自己先好好檢討一下 你應該要贏的你知道嗎 我們多麼希望你贏嘛 結果你沒有贏 那你輸了 結果蔡總統贏了 他本來就不會做 你當年為什麼能夠贏陳其邁15萬票 就是因為你的最大助選員 其實不是陳其邁 是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做得不好 所以才會有寒流嘛 那你寒流成功之後 到你選總統那個 總共一年兩個月的時間 蔡總統有變好嗎 沒有 他有做什麼好事嗎 也沒有 他這一年兩個月 就直接人格摧毀你 然後你就輸了 所以我們實在是這個 這個氣得不得了 所以本來應該是你贏的 結果你沒贏 那我覺得以蔡總統 他這五年多來的執政 我對蔡總統有信心 他做不好的啦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一定要記得這個案子的教訓 既然陳其邁做這樣講的 我們就不要再勸導了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個故事 當我的結論 前一陣子就是這個 疫情還沒有降級的時候 早上我去買報紙 買報紙那時候還有點這個 還沒有全部都行 我在那邊掃QR Code 結果一個男的走進來呢 那個要買煙 他直接進來 那個先生 麻煩你實名字 我在那邊掃 結果要來買煙的那個人 他沒有掃這個QR Code呢 他就講了一句看 看電視的看 然後掉頭就走了 他一一講那個字 我馬上就醒了 哇這個好兇喔 那我們要去勸導他嗎 超商店員勸他都沒有 就我跟超商店員 我們都乖乖的 你不掃 反正他也沒買 他也沒買東西他就走了 走了就算了啦 好不好 觀眾朋友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要先求自保 不要強出頭 那發生這樣悲劇 我們當然非常的不幸 希望家屬能夠節哀 但這個事情他不會 就這樣完結 社會安全法是補不起來的啦 好 謝謝輝文也是這個 由衷的發言喔 我倒覺得 以後會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以後變成所有的超商 沒有24小時 只要超過12點 他們就規定停業 這是一種想法 還會有一種想法 會不會要求所有管區的園警 都去熟悉Seven的作業 搞不好半夜就有警察來兼職 做這個超商的這個行業 怎麼可能啊 這都是這種方法 這我想到的 警察幫忙進貨這樣 對幫忙進貨 幫忙掃貨 也讓他們有賺外塊嘛 那你既然要值班 不如去超商去做 都是方法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方法 我們不曉得 好不好 危害 那像現在你看看 因為勸導口罩 要戴口罩 而發生這種 被刺死的生命 這令人真的非常難過 那不過兇手宣稱 當下他殺人的時候 過程整個完全不記得 完全 當時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說自己罹患了這個精神病 難免給大家有一種 好像要這個 意圖減刑的這種感覺 那昨天民眾黨這個立委 賴香菱就呼籲衛福部 要盡速提這個 這個精神衛生法 趕緊修補起這個社會安全網 這個破網 那你認為這個有效嗎 現在法院好像 好像比較著急處理政治 左打馬英九 右打彭文正 對於這個庶民的這個司法改革 好像無動於衷 你認為 當一個政治評論員 現在最關心的應該是兩個議題 一個是12月18的四大公投 一個是明年1月9號的補選 跟政治有關 可是大家剛剛可以 幾個導播 我不知道導播有沒有 拍到我畫面 剛剛看到我好像很忙 有沒有 再看來看去的 市長你知道現在 大家最關注的話題 除了這個超商店員被刺死之外 今天早上最大的新聞是什麼 你知道 什麼 現在網友都在討論 今天早上新店 早上今天早上 新店 新店有一個核性的男子 他開車 上班帶小朋友上學回家 因為他那個是 新店的善區有很多的那個別墅型 所以人煙稀少 被近距離開了四槍 脖子中兩槍 然後八點報案 九點到醫院 搶救無效就歐卡了 今天現在才中午12點對不對 這是昨天的事情 昨天啦 對不起我講錯的是昨天 昨天早上 我以為今天又已經 嚇死我 我要講什麼 昨天早上那件事情 這個人就是兇手 現在目前人在哪裡 我先跟大家講 他現在人就在廈門的防禦旅館裡面 已經找到了對不對 我很快把這個 數據跟大家講一下 他昨天處理事情完 就到廈門去 來我跟大家講 因為社會防護網是 最近這兩天 大家在討論的話題 超商店員被刺死 然後走在路上 可能親人 沒有只看一下而已 可能我在看旁邊的招牌 你去看什麼 然後可能就一陣 薄衣老全 然後你在路上如果有擦傷的話 那鋁棒拿出來 就從你的頭打下去 大家現在目前生活都不安全 超商店員害怕 但這件事情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聽了也真的很害怕 聽了也真的很害怕 早上6點 這個胸前冒梯殺手 他就在別墅那邊就先埋伏 看到被他殺害的何姓男子 45歲 送小朋友上學 回來以後近距離就開槍了 開完槍之後 他搭了車 他自己開車 他把他的那個車子 銀色的車子 開到了新店那個賣場 一個大的家具賣場之後 停在那個停車場 然後就在那個賣場的廁所 把他的衣服全部換掉 因為他知道路邊都有監視器 因為那個社區也有 他的那一套衣服就全部換掉了 然後搭計程車到台北市 台北市的龍山寺 我以為他搭捷運隊也沒有 他在龍山寺廁所 把衣服也在 就換第二次 再把那件衣服 丟在龍山寺前面的公園 再搭計程車到桃園機場 我補充一下 他把衣服送給遊民說 這件衣服給你穿 所以警察還追到這個遊民 從衣服追到這個遊民這樣 然後呢 早上八點開槍 十二點就上飛機了 就在桃園機場上飛機 而且他還把他的槍丟在桃園機場 外面的那個水溝裡面 然後他上了飛機 大家知道他怎麼上飛機 第一個機票一定買好了 一定打完兩劑的疫苗了 一定做了上機前三天的PCR檢測了 然後人飛到廈門以後 現在今天剛剛這些新聞說 已經掌握到說 確實在廈門的防疫旅館裡面 那人就在那兒啊 可是現在兩岸斷線啊 這個人如果抓不回來 這對我們政府來講 是非常大的一個 一個威信的一個傷害 大家會覺得說 可以這樣台西人之後走去 又沒事 所以這件事情 跟剛剛我們在談的每一件事情 它是不同的破口 可是所有的破口 它會讓人民感到不安 以前的紐約的市長朱利安寧 美國的 他有個理論 當然不是他唯一提出 因為他講過以後 大家最記得就是破窗理論 他問他布魯克林區 為什麼後來他當市長 叫治安變好 他說因為常常會覺得治安事件 破窗什麼意思呢 你看到窗戶破了 你當中沒事 他窗戶為什麼會破 你要想有個理由嘛 可能有人把窗戶打破以後 手伸進去把門打開 這是竊道 喘空門 他可能是兇殺案件 他可能是治安的破口 破了一面窗的時候 你不去補 他就會破兩面 破四面 破八面 破一千面 到處殺燒滷裂 你就來不及了 所以破窗理論就是 當一千出現破洞 破洞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綁起來 這個道理我覺得台灣 最懂的人 應該就是蔡英文總統 因為他五年前就已經提出了 五大社會防護網 他讓你食安 桌上沒有任何東西 是不應該出現的 吃東西不要有恐懼 治安的問題 老人怎麼照護 常照怎麼樣 小朋友 女生 女學生 他講了很多 他提出了很多證件 可是五年過去以後 我們發現說 我們現在還在破啊 那個洞越來越大 超商店員被刺 現在的方法是 那不然就早點告訴警察 或是要做剛剛講的去宣導 但問題是你要把警察累死嗎 警察每次只要一有狀況的時候 如果是那種直營店 他有一個按鈕一按以後 有警民連線了 他就來了 可是來了以後呢 第一個 可能那個人 基本上已經走了 可能來了以後呢 你並沒有想像中那個狀況 他可能沒有要攻擊他 只是沒戴口罩 可是我又不敢勸他 因為現在說不要勸嘛 我就叫警察來 警察會每天在路上 兩個人一組騎摩托車 他會累死 而且騎到一半之後 還要接到性能命令 趕快我們領檢 車上看到有棒球棒了 趕快來助記 所以他就會疲於奔命 警察也很累 但問題是 我們政府現在目前 他又不可能不做什麼 所以學長 我想我說蔡總統會PO文好不好 所以我好像就PO文了 就PO文嘛 我就猜到他一定會PO文 可是PO文之後呢 所以我你看是蔡英文的小編 總統很會PO文 總統忘記PO社會大家關心的東西了 便當便貴 這兩天有很多網友 把那個影片找出來嘛 你以前跟嘲諷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 確實那個東西沒有溫度啦 就是說他可能覺得 他跟大學生開玩笑 一個便當吃不飽 那你有沒有考慮要吃第二個 被人家罵到現在 笑到現在 那蔡總統你有講喔 你說物價上漲以後 如果你的便當吃不飽 裡面的肉變小 你要大聲的告訴政府 把我便當裡面的肉拿回來 那現在就是 時間搞啊 該去跟蔡總統講了 便當的肉請蔡總統幫大家拿回來 便當漲價了 五十塊六十塊七十塊八十塊 在台北市便當吃租餐 要超過一百塊了 我吃不飽 所有人要去跟蔡總統講 你為什麼讓我變成是便當吃不飽 走在路上怕被打 行車怕被揍 然後呢 還有可能兇手殺了人以後 還可以立刻逃到國外去 那你說這東西不能什麼都怪總統 對 總統確實無法什麼都做到 可是破窗裡路 我剛剛講大家記得嗎 總統已經眼見過去這五年 窗戶一個一個破沒有補起來 現在突然跟壞人說 這裡大空 總統要趕快把它補起來 不然沒有辦法了 那為什麼講這麼多 學長 因為蔡總統他會當兩年多啊 你也罷不掉他 不不不不 等一下我猜 他已經四年了 我就證明我不會執政了 你還讓他當選 還讓他連任 那時候就要把他拉下來 他已經證明他不行了 不然他2018年不會輸那麼慘 他那時候滿意度只有15%啊 他是用後補贏的啦 這樣 你就不要太期待 他會把窗戶補起來了 後面這兩年 他的窗戶只會越破越多啦 好謝謝這個韋翰還有輝文啊 這個討論出一個結論出來啊 但是這種東西啊 就是很奇怪啊 能做事的人他不能當官 當官的人他不會做事 這個台灣是普遍的現象 那你要能夠執行命令 我覺得好的東西執行下去 能夠立竿見語看到效果 這種東西要做 要不然這個人民會起哀怨 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要請克萊 現在鄉民好像在線上 也發表很多的這個意見 幫我們講一下 抖內抖清楚 好沒有問題 要謝謝康川玉子的抖內 感謝你 然後謝謝廖小新的抖內 他說關懷員沒有權利要病人 強制接受訪事 司法精神病院 病人最後還是會回歸到社區啊 那政府跟人民的距離就非常遠了 然後呢謝謝歐陽的抖內 他說各位來賓 加油克萊爾很漂亮 謝謝你 然後謝謝蔡敏捷的抖內 他說人民選了一個不會做事的總統 而這個總統也選了一堆不會做事的官員 韓市長都沒離開 灰漢兄弟讚 耀州原資格武安 克萊爾氣質美女無法擋 灰文君來報導 然後謝謝YMIGL的抖內 他說一直沒有離開 期盼2024加 歸文哥加油 各位來賓加油 克萊爾真漂亮 謝謝你 克萊爾 我打擦一下 你知道這個密碼是什麼嗎 不知道 一支沒離開的密碼就是 它是韓粉啊 沒有離開是韓粉的密碼 你問的時候要有感情一點 沒有離開 不是沒有離開 沒有離開 沒有離開 他自己的意思是 他是韓國瑜的粉絲 這是韓粉的密碼好不好 趕快加入韓粉 快點 好 我記起來了 記起來 然後謝謝鹹的抖內 他說 蔡英文先兌現對小燈泡妹妹和家人的承諾 社會安全網咧 然後謝謝總裁拔的抖內 他說周明報導 鄉民女生依舊美麗 我都想跳槽到克萊爾無法擋了 歡迎加入喔 然後謝謝海鹽寶寶的抖內 他說好喜歡今天現場的所有來賓 在寒冷的天氣裡面收看鄉民大會 心都暖了呢 祝福大家都平安喔 然後謝謝Victor Joe的抖內 他說澳洲台灣人全力支持鄉民大會 有韓哥的節目必看 謝謝 謝謝 然後謝謝多利文的抖內 他說今天這集必須抖 好久不見的查金韓市長 還有州長 揮翰兄弟 原汁議員 關鍵字查金 沒錯 然後這個查金 查金不是韓市長 查金是一個戲劇 一個戲劇 對不對 最近從11月13號 在公視的晚上9點播出 一次播兩集 直接播到12月18 不只公視吧 有很多頻道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一一的這樣 Netflix也有啦 中華電信的MOD也有啦 包括客家電視台 通通有在播出 是一個非常號稱全台灣最美的台劇 不妨大家討論政治 或者嚴肅的情形之下 不妨去看一下 真的拍得非常好 這個我的好朋友郭子淺 在裡面是演這個一個茶商 1950年代的茶商 也就是新竹北埔那個洋樓的主人 他是一個歷史人物 叫江阿新 但是他在劇裡面叫做張福吉 大家都叫他祭賞 非常的霸氣的總裁 大家去看一下 你看看 我都了解這個人 民生這個藝文了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在討論政治 真的非常嚴肅 好這次鄉民有提起 我們就順便提一下 好我們就回應鄉民這個 好 對不對 好 然後謝謝易雅金的斗內 還有謝謝1608Candy的斗內 謝謝賢 還有炳謠跟巴德良 還有鴨鴨的斗內 還有還好老牛我夠壯的斗內 然後小小翔說 歪小編可以幫我跟州長說 我愛州長嗎 我也愛你 然後有人說 州長的筆電遮到臉了 今天為什麼州長帶筆電啊 筆電為什麼遮到臉 我有這麼愛 還滿滿的耶 等一下 等一下 這位鄉民我感覺 你好像昨天有看TVBS的直播 是不是 沒有 什麼臉 這個這個這個怎麼 筆電有遮到臉 好像尾翰有發生一件事情 他可能有臉長這裡啦 昨天你 州長你不在那裡啊 不在TVBS啊 我可能臉有喬了一下這樣 尾翰沒事吧 你看我都了解這些民間的事情 我現在是 我都非常了解 來 趕快說清楚 我們沒有禁止 這個筆電 州長還想轉過去 絕對 絕對懷疑筆電 轉不過去啊 來 那個 我跟大家說清楚一下 這個不用說清楚 我最支持的是鄉民大會 跟國民大會 沒有問題的好不好 這樣也行 鄉民大會跟國民大會 我都很支持 尾翰一直要回答一個問題 你愛不愛耀州啦 要 愛州州 回答得很 有一點 同州計畫 同州計畫 我愛州州 大家有注意這個政論節目 大家就可能會 注意一些細節 誤會一場 誤會大人大量 因為尾翰這個 都是用他的這個筆電 在做資料的這個分析 那不是筆電的問題 沒有不能用筆電 溝通上的我會啦 不能用筆電 就等於是斷了 我找到一時間 跟耀州開直播講這事情好了 我們剛才討論其他話 我們討論三小時 OK的 這個鄉民大概知道就好了 這個筆電沒有遮到州長 筆電遮到 大家看鄉民大會 還是有人喜歡看我的哪裡 是是 來 柯萊 然後 謝謝高富帥的斗內 謝謝Hank王的斗內 還有謝謝AU的斗內 今天斗內的人非常多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這個斗內 那我們這個鄉民大會 一直討論民生 生活 或者當下的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能夠討論出一個 討論出一個執行的方案 這個比較重要 剛剛是討論民生 現在我們討論國際上的問題 國際上問題最簡單就是立陶宛 你看立陶宛現在說要跟我們台灣 建立這個互設代表處 結果大陸就跳腳 說把他們的外交層級降為代辦 代辦而已啊 那你覺得台灣是應該高興的還是憂心的 那如果立陶宛真的跟中國斷交 跟台灣建交了 那我問大家 我們是應該叫中華民國還是叫台灣 這也是很嚴肅啊對不對 原則你怎麼說 他其實是這樣的啊 就是中國跟立陶宛他們 他們的交往 在外交關係上有三個等級嘛 第一個叫公使級 然後再大使級 再代辦級 那因為 那最近只是中國大陸 把立陶宛跟中國的關係 降為代辦級 代辦級 最低減 他還不放棄耶 他要就撤掉嘛 但基本上他們還是有外交關係 還是有外交關係 所以實質上關係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那等於是有點小小的制裁 但是實際上他們還是幫交國啦 所以並沒有說他們兩個就這樣斷交啦 但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我們 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反應啊 照道理來講 因為現在民進黨政府把 對岸定位為敵國嘛 那敵國的 敵國如果要跟立陶宛斷交的話 或者是他們的關係變不好 我們應該要積極拉攏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爭取跟立陶宛結交的機會 應該是這樣嘛 那結果昨天 吳釗燮在立法院被問到 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問說那我們是不是要去跟立陶宛 建立外交關係 實質的外交關係呢 那吳釗燮說 現在不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就說我們現在沒有那個目標 我們沒有要跟立陶宛建交的意思 我們斷交國已經一一的失去了 還不爭取啊 不爭取 現在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 對啊 現在是爭取好幾個 對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啊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 就算中國大陸跟立陶宛斷交了 我們也不見得要跟立陶宛建交 他應該是怕建交了一個後面斷三個 對 現在有連帶關係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考慮 只是你講這種話 就讓人家很喪氣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嘛 你一般來講 你在國際上面講得這麼的硬 有沒有 台灣現在國際地位 是前所未有的好啊 我跟美國也是前所未有的好啊 結果今天立陶宛跟中國關係 遙遙遇墜 對 你是不是趕快就說 那我們沒關係 立陶宛你被中國大陸欺負斷交 我們跟你協交 極力爭取嘛 極力爭取 而且我絕對對你 比中國大陸對你更好 是不是應該這樣 沒有 就是沒有沒有 那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他立委問那個吳釗燮 問他講說 那你覺得立陶宛扛得住嗎 扛得住的意思就是說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跟中國大陸斷交了啊 然後就失去了中國大陸 那吳釗燮你照道理來講 你應該說 我不知道他扛這路扛不住 但是我們絕對他後盾 我們隨時跟他在一起 結果 這個 市長你知道他 吳釗燮怎麼講嗎 吳釗燮說呢 我相信他扛得住 他在講這到底是什麼 到底在講什麼 好奇怪的外交部長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現在跟立陶宛 互設辦事處 那到底要設什麼辦事處呢 名字很奇怪 也不叫台灣 也不叫中華民國 也不是台北 叫什麼 叫什麼 台灣溺死 我們叫台灣溺死 台灣溺死 跟台灣有什麼差別 按照那個 資深外交官的說法 台灣溺死 一個超奇怪的名字 所以外交部要講清楚 為什麼叫台灣溺死 為什麼叫台灣人的辦事處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跟台灣人交往的辦事處 對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他也 就是我們的外交部 也做了非常多的浪步 就是你也沒有很硬 所以你不要一直把 把他講 好像台灣現在外交官 是前所未有的好 所以實質上面 或許我們現在跟國際上有一些國家 我們有些實質的進展 可是我們的外交空間有沒有變大 其實是沒有的 第一個我們外交國 邦交國斷的越來越多 第二個我們能夠參加的國際組織 越來越少 那有一些國家一直通過所謂的挺台方案 像美國 一直說挺台 挺台 要支持台灣加入WHO 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請問一下我們加入了嗎 所以目前都是處在一種嘴巴上 口惠食不治的狀態 就是耀州每次跟我講說 原汁我會對你好 原汁我會對你好 可是呢 沒有任何的實質動作 我對你還不夠好嗎 我是舉例 製作人退一下那個原汁的通告 我是舉例 我是舉例 其實對我很好 至少要像那個耀州這樣對我們好 那所以呢 就是說到底是什麼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要講清楚 我覺得這台詞台灣很關心的 是 這個原汁也講出重點了 那現在台灣的外交困境 是中共在打壓 那打壓 我們這邊也不敢硬起來 也不敢得罪對岸 那我們怎麼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呢 這是一個問題嘛 所以說要討論出執行方案 這很重要 那像立陶宛跟台灣 互設代表處 美國馬上給立陶宛 6億的美元信貸 6億美元 這會不會太明顯了 這個為了抗中 美國不惜跟中共翻臉 也要取得這種 無虛的實名 無實的虛名 我覺得外交這個對立陶宛來講 根本是一門生意啊 台灣人真的是 我們就是很單純 很單翻面 就是立陶宛好棒 好朋友 我們趕快去買這個三色豆 去買他們的酒 去買他們的巧克力 下架他們的所有商品 可是政治其實是很現實的 立陶宛真的是那麼愛台灣嗎 還是說要有政治的考量 是不是為了美國的支持 歐盟的支持 我一個一個跟大家講 立陶宛最早期的時候 其實他在2008年的時候 他本來是靠向歐美嘛 希望吸這個歐美的奶水 可是2008年那個時候 已經發生津津海嘯了 歐美自己都沒有奶水了 所以他就轉向啊 所以2012年的時候 為什麼東歐這個 當時是16加1 後來變17加1 跟中國做這個合作嘛 做這個聯盟 那這個東西的背景 就是因為歐美 他們自己都自顧不暇了 所以東歐就想說 這個中國是不是一個新的好爸爸 這樣子就靠過去 可是這幾年下來發現說 中國好像對東歐這個市場 把他們跟非洲那幾個國家 40幾個國家看在一起 沒有把它放第一順位 所以有些基礎建設啊 或者當初承諾的這一些 沒有真的兌現 所以陸陸續續 有些國家就對這個17加1 已經越來越沒有興趣了 那到現在今年 今年的這個17加1 視訊會議 以前都是這個李克強 參加這個會議 今天是習近平 這一次今年的2月 是習近平親自參加 可是 以這個立陶宛為首的 總共加起來有6個國家 派的都不是他們最高層級去 因為他們發現說 這邊我吸不到奶水了 所以他現在就倒過來 像立陶宛就很聰明啊 就馬上去抱美國的大腿 所以美國就給他這個 6億美金的這個出口信貸 然後這個外長就講得很實在啊 他們立陶宛的外長就說 我也建議歐盟 你們不要只是嘴巴講一講 不要口腔刺的支持 你們也可以 他直接 他甚至把這個直接方案講出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公益鏈啊 因為這個抗中斷掉了嘛 所以你們做的方式 可以把這個供應鏈拉起來 或者直接給我現金 他連方法都直接講 所以人家很聰明 就是之前哪邊有奶水 我就靠哪邊去 然後發現說 這個跟台灣連在一起 抗中 然後聽老美的 就有錢賺 是一門好生意啊 我就毛起來做 那美國咧 美國當然要幹嘛 因為現在東歐這一串 包括立陶宛啊 那個波羅斯厲害的三個 其他另外的國家 還有包括這個什麼捷克等等啊 你從送我們疫苗的這個脈絡來看 這一整排 這一整排 已經變成是一個 狼帶了一樣 所以 變成是美國抗中的狼帶啦 所以立陶宛對來講 他當然願意做這一門生意啊 好 那第三個層次就是看台灣了 人家立陶宛 他在兩大集團裡面 左右逢源 拿到了美國呢 現在跟歐盟要 那台灣咧 我們台灣選擇是抱美國大腿嘛 我們過去獲得了什麼 我們只有 比如說明年聽說 國防的這個預算要破兆嘛 破兆喔 破兆 今年好像是四千多億嘛 也是打破以往的紀錄啦 聽說最後加起來是五千多億 反正就是錢 我們貢獻那麼多的這個保護費給美國 然後甚至我們還要吃萊豬 當然有人講說來住還沒來等等等等 可是我們犧牲那麼多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前陣子不是說 這個台美 我們駐美國的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要改名字嗎 然後我們的昭蟹 還有包括我們的力雄 兩個人傻乎乎的到美國去了喔 就原本要悄悄談這件事情 結果後來說變卦就變卦啦 兩個人就傻眼就回來 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人家那麼現實啊 我們貢獻那麼多錢 想改都沒有改 然後現在你看看立陶宏 人家做的有聲有色啊 人家就是把外交看成一個現實 看成一門生意 我們傻乎乎的把心掏給人家 還幫人家賣屁股 周長講的太對了 這是人家的國家要從中取得世界上的利益 直接民視 雖然我不看民視的節目 對不對 但是民視就明白地表示 我就是要給這個 這個其他國家知道 我的需求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需要幫助 那台灣呢有沒有給民視呢 沒有啊 給暗示 對 對 周長說了給三例 是不是 你要做到 讓對方也有痛處 痛到 說好像他們台灣也在極力爭取 應該要做到這樣的 才能夠維護台灣的外交這個利益 好 那輝文啊 是 立陶宛的前總統 前總理啊 說設立台灣人代表處 台灣人 剛剛講台灣的意思 台灣人代表處就代表 跟中共斷交 你認同他的說法嗎 對 這個代表處跟辦事處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這一次他設的是台灣代表處 台灣代表處 代表處 所以這個當然 大陸方面他不會急於說要去跟立陶宛斷交 他會把他降為代辦 這樣他認為這個 這個教訓的意味就夠了 那如同剛剛耀壽分析的 他也會擔心說會不會變成是骨牌效應 觀眾朋友都非常的清楚 如同香港的反送中 誰在後面搞鬼 立陶宛這件事情 誰在後面撐腰 不過剛剛市長你看喔 美國給他六億美元的這個 出口信貸 對 那個錢誰出的 但美國跟立陶宛一定是美國出的 美國看起來像笨蛋嗎 唉唷 你覺得這個錢是誰出的 感覺會不會就是我們台灣出的 你想看這錢 真的啊 美國人幫你出錢喔 你想的太天真了吧 台幣是166億耶 這 我不曉得這錢誰出的 但是觀眾朋友你要了解 美國不會做這個虧本的生意 他沒事跟你 就大家深思一下 我要跟立陶宛的朋友講一下 你沒有行錢比較好的 才六億美金 你也加個零吧 加一個零或加兩個零 如果能夠跟美國老大哥勒索多一點 你就 為了錢嘛 就跟帛琉的總統罵我們一樣 帛琉總統為什麼罵我們 華航這個月都沒航班 帛琉總統拳頭都印了啊 你怎麼都沒給我觀光客 這個都是代價 所以觀眾朋友你看這裡 這個是昨天國台辦啊 他非常刻意的表態 因為大陸針對這個遠東集團的這個 在大陸的這些場區呢 他陸陸續續的開罰 好 開罰了這個 好幾億的台幣的罰款 不過這個錢 都不是很大的錢 他是一個殺雞儆猴 就是什麼呢 你台商要跟台獨 劃清界限 好 這等於是國台辦開的這個 這個大陸方面開的第一槍 他要你什麼呢 他認為說 你如果要支持台獨 然後你要在我大陸做生意的話 他就會修理你 好 那當然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要這個衛匪宣傳啊 不是吧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好 為什麼會出現什麼立陶宛 什麼台灣代表處這樣的一個 一個作秀式的這個外交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領導國家的方向是錯的嘛 為什麼是 欸 拜登跟習近平都可以透過視訊 坐下來談啊 那蔡總統你為什麼不能跟習近平談呢 馬英九可以跟習近平在新加坡見面 你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 是誰的問題 是習近平的問題 還是馬英九的問題 還是蔡英文的問題 大家去思考嘛 你覺得 因為韋漢有在現場嘛 你覺得習近平跟馬英九 在新加坡會面 我們有吃什麼虧嗎 還是習近平他吃什麼虧 也沒有啊 大家都一個 出賣台灣全長 出賣台灣 已經出賣好幾年了 2015年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 我們還是在這裡啊 所以觀眾朋友 我說蔡總統他領導國家方向是錯的 可是他還有兩年多的任期 那你一直要跟大陸對著幹的結果 我們這五年多 我們有變得比較強大嗎 還是說我們跟立陶宛一樣 變成是美國的工具 就是美國為了去制衡大陸的這個崛起 把台灣當作擋箭牌 把我們當作看門狗 把我們當作前置的一個這種工具的性格 我覺得大家想一想 特別是年輕的朋友 就是這樣的一個 當然這個都是統戰 這個是大陸他的銀彈跟飛彈 棒子跟胡蘿蔔他交叉的運用 那當他開始動手的時候 我們準備好了沒 這個跟鳳梨不一樣喔 跟那個蓮霧世家都不一樣 他開始動手的時候 我們這邊準備好 沒有 而且很悲哀的是剛剛韋漢講說 我們現在討論什麼 四大公投跟台中的補選 我們還在關起門來吵這個 大愛死離婚了 大愛死離婚跟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要談的是像立陶宛這種事情 像這種他直接國台辦 直接施壓給我們這麼多 我們有1400億的貿易順差 美金喔 1400億美金的順差 我們每年的出口 有40%以上是賣給大陸跟香港 這個才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以蔡總統他治國 我對蔡總統基本上我是放棄的 他不會去處理的 我只怕他讓兩岸關係越來越壞 那我希望大家 這是這個市長的結果 我希望2024年 我們還有一次選擇機會的時候 不要再錯過了 雖然2024年 市長你可能不會出來選總統了 但是2024年 我們一定要把民進黨給下架 可能兩岸還有一點機會 如果2024年還是 但是照韋翰講的87%是民進黨當選的話 那恐怕就這個 差不多了 揮文語重心長 那2024我是應該是沒有參選權了 沒有參與權了 因為現在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我們是忠心的期盼他能夠把國民黨帶到另外一個高度 哪一個高度 他是劉邦耶 市長他是劉邦啊 他是劉邦 劉邦 劉邦都來了 是是是 但是怎麼樣呢 現在台灣的這樣的狀況 算內又外患嘛 國際受到打壓 國內又發生這麼多事情 但是我還是跟大家講 台灣重不重要 台灣非常重要 從古至今 台灣就是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擔心 台灣就是因為這樣重要 世界關心 你才有生存的空間 當不關心你的時候 你就糟糕了 誰都不理你 好不好 那像這個環球時報社評說 懲罰立陶宛當局 要像打蒼蠅一樣 什麼別張了手或碰倒花瓶 要在不影響中國大陸的利益 及統籌大戰略的前提下 展現大國的威嚴 還要讓立陶宛感到痛 你覺得中國有什麼方法來反制呢 還是只是做個動作不了了之 其實我覺得幾個點 我們可以觀察了 就是說立陶宛跟中國大陸交惡 是從2019年開始 過去兩年 所以就因為他跟中國大陸交惡 這兩年 跟台灣的關係就近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不要對國際政治 有太多的幻想 我對於立陶宛 他願意捐疫苗給我們 多很感謝 可是現在立陶宛跟中國大陸交惡 所以跟台灣靠近的這件事 你要了解國際政治是非常現實的 剛剛會員跟你講說 我們對大陸的貿易順差是多少 1400 1400億美金 對不對 你知道立陶宛對大陸的貿易額是多少嗎 10億美金的利差 很少 很少 所以他今天就是因為他可以 他可以不要這塊市場 他才會這樣做 其實像大家講立陶宛波蘭 我跟你講波蘭就完全不同 波蘭對大陸的貿易額 就比立陶宛大了很多 所以他就這樣 他不然會講說來個台灣辦事處 那我們在講的那個 就有關台灣辦事處這個問題 剛剛一開始原資在講的 有人講說你們這些人都亂講 本來就講好的是the Taiwanese 不是的 各位網友 包含連美國 我們現在不是說駐美代表處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改成是台灣辦事處嗎 一樣是寫台灣 可是被改成the Taiwanese 表示立陶宛的國內政界 也有不同的意見 畢竟大家要了解 立陶宛跟中國大陸 他還是邦交 只是他被降到的代辦而已 各自招回大使 但他還是有維持那樣的關係 我們連正式關係都沒有 他們現在是最低的正式關係 可是我們是連正式關係都沒有 那我們成立的這個 我給大家看這個圖 這是立陶宛代表處 我們設的這個 就是寫the Taiwanese 有沒有 就是Taiwanese 代表處不是寫台灣 大家覺得很奇怪 那以為說這是正式用法 台灣的人是不是 對 所以其實這個叫做 台灣人助立台灣代表處 簡單講是這樣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因為 台灣人 所有人都以為他原本 the Taiwanese 應該寫的是Taiwan 那我不是跟你亂講 我們美國的台灣駐美代表處 就希望改成Taiwan Represented Office 是美國的 然後USA怎麼樣 但是你說有沒有 我給大家看一個 我們有一個 索馬利蘭的台灣代表處 那這個圖是小的 給大家放大 你看它寫的就是台灣 有沒有 台灣駐索馬利蘭共和國代表處 就是Taiwan 可是我們這個 立陶宛的是 the Taiwanese 外交部的人才知道 我們剩一個評論員 我們只能夠用市值去做分析 我又沒有去開那個會 我怎麼知道 那外交部當然會跟你講說 從頭到尾都是the Taiwanese 看起來不是這樣 看起來是 立陶宛他也沒有辦法接受 中國大陸真的跟他斷 這是立陶宛的方向 他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有讓他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他也不想斷 第二個 中國大陸他可能也不希望直接就斷 他其實是可以斷的 中國大陸對立陶宛他沒有什麼依賴 可是他也可能擔心說 直接全部斷了以後 造成貿易額跟他或是依賴不夠的 依賴美國比依賴中國大陸更多的人 大概魚死亡破變骨牌效應 這些也有可能 所以我們在看立陶宛事件的時候 我們要冷靜的去看就是 我們謝謝立陶宛支持台灣 但也要內心存著立陶宛支持台灣 他的背景可能是跟他跟中國大陸翻臉有關 哪一天中國大陸跟他又好了 給他更多的利益 他賺的錢更多貿易額 還有他的貿易額項目又更多的時候 或許他連那個台灣內飾那個牌子 他都要拿下來的 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沒錯 維翰講得非常清清楚楚 鄉民看我們鄉民大會 就是想看到這個 立陶宛 大家那時候送這個口罩來的時候 大家一直在想說 立陶宛遠在天邊的國家 為什麼會跟台灣來支持這個 所以我們去年有送人家口罩 沒有那麼簡單 世界上的這個議題 國與國之間 這個暗潮洶湧 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今天有實力 能夠站在世界上的角落 就必須要對自己有信心 就這麼結論 那我再念一下這個斗內 這個M7EOR 他斗內五塊錢 他說很羨慕台灣人 尤其是年輕人 可以參與到政治中去 當年中國改革開始時期 也是很多30出頭的年輕人 為國家除某面 除某畫策 可惜中國現在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 他們也再也不會讓年輕人 參與到政治當中 甚至不會傾聽他們的聲音 支持韓 支持偉韓 不是支持韓 支持韓 支持韓 沒有支持到我 無所謂 無所謂 所以我想說韓 有一點韓 再韓一次 支持老漢就是支持老韓 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趕快一數 再次的謝謝大家 鄉民提供的意見 還有我們現場所有貴賓 討論出來的一些方向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國際政治的詭譎多變 還有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社會上遇到的問題 我們要想到方法去執行去解決 如果執行沒有出來一個頭緒 大家不妨真的是 每個禮拜六的晚上九點 在公共電視 可以看一下這個優質的這個戲劇 叫做茶巾 那麼拍攝非常用心 大家可以看到唯美的畫面 還有演員精湛的演出 真的是一出非常好的戲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欣賞一下 好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鄉民大會已經上YouTube頻道 更多更精采的內容在頻道更新 記得聽鄉民女神的話 上去按下訂閱鍵還有小鈴鐺 同時每個禮拜二中午12點 準時收看鄉民大會 大家來做會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